中文字幕——YK 那么,这样典型的第四代战机,能不能登上航母,作为舰载机使用呢?其实,阵风战斗机舰载型号,早在其研制,初期就开始同步发展了,上个世纪80年代,法国航母的舰载战斗机,竟然还是从美国F-8战斗机,这种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产品早已落伍。 更换新的舰载战斗机是在必行。法国海军原计划从美国引进F-18大黄蜂战斗机,并让美国送来两架F-18进行测试,但后来出于支持国产和方便维护考虑。 法国海军没有采购F-18,而是决定与自家的阵风战斗机项目合作,研制相关的舰载型号。 虽然舰载型号的原型机在1991年就在航母上进行了首次测试,但受到整个阵风战斗机项目整体延后的影响,直到2001年,舰载型阵风才正式装备部队,替代F-8成为法国海军唯一的舰载战斗机。 与基本型相比,舰载型号的阵风,为了适应航母上的操作,加强了机身结构,并加长了前起落架,以增大起飞阳角,同时加装了支舰位钩和内置登机梯,因此比基本型号重了约500千克。 同时,由于阵风的舰载型号是弹射起飞的,导致起飞重量受到了限制,挂载能力大幅缩水,原来机,本行有着强大的挂载能力,像是暴风阴影巡航导弹,或是飞鱼反舰导弹可以同时挂载,到了舰载型号上,就只能挂载一枚这样的导弹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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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